连续四天的中秋节假期 其实还是有些人必须坚守岗位来保家卫国 像是五股宪兵学校的弟兄们也是其中之一 因此包括了新北市政府民胜局还有区公所的团队 日前就陪同了吴参议前往了宪兵学校 自证礼金向他们提前祝福佳节快乐 虽说中秋节是月圆人团圆的日子 但是这群宪兵学校的弟兄 却是要牺牲假期保家卫国 因此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和五股区公所团队 陪同参议吴姓友特地前往五股宪兵学校 进行秋节落军的活动 其目的就是希望建立居民一家和谐的欢乐气氛 是代表新北市长朱立伦 及新北市团队 来慰问我们宪兵学校的国军官兵 尤其在中秋佳节前夕他们牺牲假期 坚守岗位保家卫国 还有过去对新北市的救灾及复原的工作 他们这样的精神实在令我们感辨也很感谢他们 所以代表我们新北市长来慰问他们 我们希望能够建立居民一家 大家和乐的气氛 共同为营造建立新北市 成一个安全和谐活力的新城市 我想谢明学校在我们地方上 也是属于我们五谷紧急应变中心国军组的一个编组 平常在我们地方上跟谢明学校互动都非常的良好 只要每逢各种灾害的时候 谢明学校他们都要到我们应变中心来督勤来劣席 那可以说这几年来我们公所非常感谢 谢明学校对地方上的诸多协助 我们陪同我们的长官 新北市政府吴参议 还有我们兵役征集科拆科长 一起到我们五谷地区 宪兵学校来参与秋节的绕军活动 在现场主办单位民政局还准备了秋节礼品 并邀请吴参议致政给宪兵学校 祝福大家平安快乐 校长也不忘回礼来献上最诚挚的感谢之一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吴参议 能够代表我们新北市市长 朱立伦朱市长率团到我们学校 来进行秋节的慰问 这段时间我们受到新北市政府 还有我们五谷区区公所 所有同仁跟长官们的指导跟支持 在我们推行校务 还有地区工作上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秋节绕军也在全体宪兵弟兄和吴参议的合影拍照下 大家也都提前的感受到佳节到来了 永佳乐新闻五谷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